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互建 对话 包容的文明观 摒弃文明冲突 文明优越等片面和错误的论调 中方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展示亚洲文明的风采魅力 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建 推动不同国家间的友好合作 中方强烈谴责针对瓜德尔明珠洲际酒店的恐怖袭击 对在袭击事件中牺牲的八方人员表示哀悼 对遇难者的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慰问 据中方向巴基斯坦有关方面了解 尚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巴基斯坦安全力量及时采取措施 迅速消灭了恐怖分子 有效保障瓜德尔地区安全稳定 及当地中方人员和机构的安全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和感谢 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八方反恐努力 认为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 有能力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我们注意到 伊姆兰韩总理谴责此次袭击事件 企图破坏巴基斯坦的经济繁荣 强调巴不会允许恐怖图谋得逞 中方一贯支持巴基斯坦国家发展 我们将继续支持巴基斯坦的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中方对此表示祝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已经向非国大全国支委会发去了贺电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南关系 愿同非国大领导的南非新一届政府一道 加强政治互信 深化武士合作 推动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加征关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中方从来不会屈服于外部的压力 我们有决心 有能力维护自身的合法和正当权益 还是那句话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从中方一道努力 相向而行 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基础上 来解决 彼此的合理关切 争取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让这符合双方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